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韩星金志愿在人气剧《类之女王》播避后狂接广告 近日获邀出任韩国某化妆品牌的代言人 该品牌自2006年起一直由韩剧《大长金》的李英爱代言 过去18年间借主其人气成功开拓海外市场 故李英爱一直是其找牌代言人 近次金志愿提走她接棒 有助心的更多年轻女消费者 至于鞋类之女王剧人气在飙升的男神金秀贤 25日以全毛look称韩篇三个特工美少年就拍档朴基雄 在首尔举行的个人画展向来作风低调的她 事后又特地公开自己戴上口罩举V与对方的合照 落力造势 金秀贤和金志愿再次被发现共用保镖 两人共用保镖的传闻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 但志愿从台湾回来后 粉丝们发现有更多保镖也出现在秀贤身边 说到秀贤 这位演员似乎对自己自然卷曲的头发更加自信了 最近她被派到参观朴志雄的个人展览 没有像往常一样戴帽子遮住头发 粉丝们对此感到很高兴 与此同时 今天早上 在欧乎终于发布了一段简短的视频 和志愿作为他们最新活动的御用谋私的新照片 该活动将于8月1日正式启动 与秀贤与Dinto的首次活动同时进行 有网友去了金秀贤金志愿同款麻辣锅 爆出了一下的料 太和店真的是我行中前两名的麻辣锅 今天吃的感觉有超过粘迹 刚刚朋友跑去跟老板闲聊 朋友说上次坐在包厢的那个漂亮女生吃什么辣 老板说金志愿来两次台北吃了两次 吃的是一般辣 然后说金志愿他老公原本也要来吃 定了30位 我吓死想说金宝宝什么时候结婚了 结果是金休闲 但见面会结束后太晚他们要关门了 他只好改去吃别间 我们真的从店里笑到门外 老板不准给我磕CP 现在全世界都默认他们是夫妻了 这个是实锤两人互相推荐菜品和菜馆了吧 这就是不回应的结果 无所谓反正已经结婚 自先也有传出了两人戴情侣项链的文章 近期我们类之女王双金CP 金秀贤金志愿 相继来台湾参加品牌活动 以及举办见面会 在六七月份轮番来台湾宣誓主权吗 各种两人正在交往中 传闻的小细节也一一被大家翻出来了 除了两人常被发现穿同一件衣服 用同样姿势拍照隔空放闪之外 近日金志愿来台湾举办首次见面会时 脖子上戴的项链竟然被发现和金秀贤是同款 网友纷纷开玩笑说 这对请快直接承认恋情吧 金秀贤先前辈被认为想要避嫌 所以删照片的那系列发文 脖子上戴的项链正是和金志愿来台湾现身机场时候戴的项链是同款 都是出自于宝格丽的经典项链 低调又带点个性感的设计 更好运用于日常生活穿搭中 也是宝格丽最经典必收的系列 当他们两人都能驾驭时尚界最基本的颜色之意时 就张显了简约而优雅的氛围 今天正好有时间把最近一些想说的集中下 有些在其他人的博文下评论过 摄像下如果双金CP崩塌 谁会是下场最惨的那个 这点秀兵们都深知一定是大金 因为几乎所有秀兵都认为是大金主导了这场CP舆论 假如CP崩塌 大金一定是悬泄口 因为任何粉丝群体都是良有不齐 而且极易煽动 不管秀兵是否愿意 CP粉群体也是一样的 你参考之前他与林纳荣绯闻时因此被骂的经历 还有那段时间超话出现那么多BLX的言论 从那段时期走过来的秀兵 应该不会这么快忘记吧 所以对他来说几乎没有退路了 除非女方人设崩塌 或有重大丑闻出现 或许能解套大金 否则他只得前行 扯了这么多想表达的 一对于所有秀兵 尤其是新来的 不需要怀疑真实性了 大金把自己堵上了 他就没打算给自己留后路 二指战 因为先前雨林的绯闻 很多CPF因为BLX在因此凯骂大金 导致W6B大金尾粉连带女金一起回骂 双方视同水火 所以目前的局面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 CPF群体多少是有一些责任的 这也是很多理智的双金尾粉在表达祝福时 必加一句如果刻不成也别回来骂就行 另外闹腾的大多是学生群体 含含老姨 老鼠口嗨而已 不必太过计较 因此个人冒昧的希望CPF们尽量不要与尾粉争吵 或参与双方的骂战 如果你既是某金粉加CPF 也希望你能克制 也不要因为CP形势大好 就极力挖苦和戏虐为粉群体 把对方彼此在墙角而后快的做法 只会加剧双方矛盾 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舆论失控 难道真要双金官宣那天 国外一片祝福 国内各方还在撕咬互骂互彩 粉丝是双金的流量和未来事业的基础 大金FM上都说自己未来也要依靠粉丝 虽然这篇文章不能完全指战 或令所有粉丝满意 但也觉得自己尽力就好 算是回报可双金CP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尽自己微博之力 忽不相欠 本人聚分转CPF 类王前指质大金其名 来自独教授的光环 小金完全不使 全篇个人一见 仅供参考 如否定这众则删之 宫廷皮肤科学精品品牌 THE WHOO正展开品牌推广 而选定的最新代言人 就是近期因演出类之女王 而人气爆棚 进行多场海外巡回见面会的女神 金志愿 品牌公胎的画报中 金志愿端庄优雅 有充满高级感的气息 与品牌后可说是相当符合 透过简单的造型 让大家目光更集中在金志愿的美貌 特别是她闪耀的肌肤 以及深邃的眼眸 充满与众不同的气质与优雅 THE WHOO后从去年开始承袭品牌的传统 以提升客户价值为导向而展开品牌重组 巩固全球知名品牌的地位 延续韩国代表性直奢华化妆品的品牌价值 THE WHOO后表示其品牌追求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美 即使不用多努力表现也能够绽放出的淡淡气质 以固有的宫廷文化为基础 实现真正的奢华 演员金志愿是一位长期受到观众们喜爱的演员 端庄又有气质的形象 更使与品牌能够完美融合 THE WHOO后更预告将从8月1日 陆续公开金志愿所谓其拍摄的形象影片广告 粉丝们可能更习惯演员金秀贤这样的样子 但你知道吗 这位明星的头发其实是自然卷曲的 事实上他在Dream High GH中的发型 可能最接近他的真实模样 最近吉秀贤显身画廊活动支持他的朋友 在那里他展示了一头可爱的卷发 自然的卷发不仅没有显得凌乱 反而更添几分可爱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有一头天生卷发 在拍摄电视剧时 他通常会将头发梳直 他的造型师肯定在他的头发上花了不少功夫 但也许有一天我们能看到他自然的卷发大放异彩 网友们对他的头发赞不绝口 他们戏称其为天使卷发 因为他的自然头发与小天使的头发十分相似 金秀贤的自然卷发是不是超级可爱呢 在韩国男星人均发酵的当下 他这张脸也始终没有什么蛮花的迹象 这个月他被中国网友在首尔街头偶遇 简直像吃了防腐剂一样 这不还是十年前的独敏君吗 翻看他近期的IG居然感觉更帅了 网友蜡平初见是高三 再见以三高 他怎么还是25岁的样子啊 不过沉寂几年的欧巴 带着他和金志愿主演的《眼泪女王》重磅回归了 十年过去 每年都有出圈韩剧 但是像心里这般博出是外人空相 多年后还能让人念念不忘 成为现象级标杆的真没几部 我们下期再见